各位委員還有各位列席的官員 我們今天是那個秋昌月秋長次 歡迎 那明政司是鄭英宏副司長 還有蔡明謙科長 中央選委會選務處是謝美玲處長 還有陳中衛科長 法務部的參事是張春暉 那我們立法院法治局協助 好,跟各位委員報告 我們謝謝大家出席我們的草野協商 那黨團協商主要是因為我們修過的 好,我們在 這是幾號?幾月幾號?你沒收到我 我們之前在3月20號吧 3月12號我們已經喊給院會是3月20號 我們本委員會在3月12號的時候 所修訂送出委員會的包括 陳一鎮委員等18人擬聚的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法第65條修正案 還有內政委員會報告的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14條 及第53條條文的修正草案 還有趙堅林委員等25人領據的總統副總統選舉 罷免法第53條的修正草案 以及委員管閉林等18人領據的總統副總統選舉 罷免法61條的修正草案 我們要並案協商 那麼今天我們有張其樂委員 他提出來的修正案兩件 有兩案 一個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的57條 還有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的53條 好也有修正案進來 那我們今天最主要就是要處理 好今天講話案委員很關心他有來 最主要要處理我們在選舉期間 過去的規定呢 讓這個陪同之人呢 十分的局限 所以沒有辦法符合我們選民 為了要真正可以去投票 投票權的保障沒有辦法盡於完善 所以呢 委員就很關心 那基於選舉人選民的民意的需求 也都提出了修正案 所以我們總共有這些案 那請問一下現在委員還有沒有其他的修正案要進來 有沒有沒有的話 因為我們今天是黨團協商是病案 把新的案跟原來我們審過的案 病案要來協商 現在我們請委員看哪一份資料 最簡單 那相關的條文有還沒有宣讀的地方 我們先請醫師同仁宣讀好不好 好 來 委員管碧林等18人 關於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六十五條提案 在第一項的部分有徵定第三款 以及第四款文字內容為 三 投票進行期間 穿戴或標示政黨政治團體候選人之旗子 徽章物品或胡適不服自止 是干擾開票或妨礙他人參觀開票不服自止 原第三款第一為第五款 第二項未修正第三項修正後文字內容為 除執行公務外任何人不得攜帶行動電話或 據攝影功能之器材進入投票所 第四項未修正 然後有張其路委員所提 關於第五十七條的修正動議 在第四項的部分前段修正後文字內容為 投票所除選舉人及其照顧之六歲以下兒童 或需要特別照護之兒童及少年 第十八條第三項之 第三項規定之家屬或陪同之人外 後段就沒有再修正 另外關於委員管碧玲等十八人提案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六十一條的部分 第一項徵定第三款以及第四款 文字內容為 三 投票進行期間穿戴或標示政黨政治團體 候選人之旗幣 物品或服飾不服自止 四 干擾開票或妨礙他人參觀開票 不服自止 原第三款第一為第五款 第二項未修正 第三項修正後文字內容為 除執行公務外 任何人不得攜帶行動電話或具 攝影功能之器材進入投票所 第四項也有做修正 修正後文字內容為 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 適當選舉人 簽選選選舉票內容 然後張祺路委員 在選舉 在總統副總統選舉報名法 第五十三條也有提修正動議 在第五十三條在第三項的部分 也是前段有做修正 修正後文字內容為 投票所除選舉人及其照顧之六歲以下兒童或需要特別照護之兒童及少年第十四條第四項規定之家屬或陪同之人外 後面就沒有再修正 宣讀完畢 我們從這個審查會通過條文的這個版本 用這個版本來看好嗎 各位委員手中有一本 是審查會 就是院總第1679號 這個這一本 那這一本呢 是我們他的排列順序是從審查會通過條文這裡來走 我們就用這一本來走 那審查會通過的條文 公職人員選舉報名法 第十八條跟第五十四條 五十七條的修正草案 的審查會通過的條文 第十八條 那委員有沒有 目前十八條張綺路委員是沒有提修正案 對 所以這個的話就沒有新的修正案 那我們是不是就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但是如果審查會條文通過 是沒有特別再把它列出來 你後面再列出來 會變成不一致嗎 嗯 十八條你不修嗎 好 我們十八條 嗯 就是說你你第十八條沒有修 你後面有修就沒有沒有一致 那個 那個中學會 你們有看過嗎 他是在五十七條的部分 所以十八條不涉及 陪同之人嘛 好 那我們 他最主要是要把那個家屬擴大 所以你是在那一條 好 所以第十八條 我們就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好不好 好 好那五十七條來請那個 張委員要不要表示一下意見 好 主席那個各位委員 就是 因為我們這邊 是這樣的 有好幾位委員都有提版本 陳玉珍委員的 趙天玲委員的 我們基本上都很贊成 只是說按照這個兒童及少年福利法 他的第五十一條 他那個條文本身 是有六歲以下兒童 或需要特別看護之兒童及少年 就是等於說其實在兒少法裡面 在這個範疇上 他本來就是擴大的 就是因為 我們現在目前這個修法 只寫說六歲以下 不管是趙天玲委員 或陳玉珍委員的這個版本 都是六歲以下 那萬一現在要是有些人 他因為他可能超過六歲一點 可是比如說有身心障礙 還是必須要 可能這個父母要帶著 才比較方便的話 那就好像反而被排除了 所以我們只是恢復到 就是跟兒少法一致 其實既然我們希望是把它放寬 那就是請各位委員支持一下 就是說我們就是遵從那個兒少法 原來這個法指 這個建議就是說 不是只是六歲而已以下 就是如果是六歲以上 要是還是有一些必須被看護 或者是照顧的這種兒童青少年 如果也有今天投票上也碰到這個問題的話 他的父母也許也可以把他帶來了 你就這樣子照顧一下 就是擴大一下照顧的範圍 好以上請支持 好其他委員有沒有什麼意見 我們一併一併表示以後再請 那個主管機關回答好嗎 沒有意見的話我們主管機關 來副主委 呃包委員那個張委員所提的修正案是在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五十三條 後面公職人員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五十七條也有 五十七條部分都有齁 那他主要是在我們原來審查通過的條文裡面 兒童後面再增加或需要特別看護之兒童及少年 當然這樣的思考是比較周延完整沒有問題 但是比較難的就是要如何那個選務人員 要怎麼去認定判別 這個我們尊重中選會他的意見看怎麼樣 因為到時候執行是他們的選務人員在執行 好來中選會 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個條文目前是屬於 依現行狀態放寬的一個處理 那我們是建議就是說制度一開始在做 我們還是從就是說放寬六歲以下進入 這是確實沒有問題的 那至於其他的部分 因為涉及到其他的配套 包括如何認定 那我們選務人員如果在場碰到一些爭議 怎麼去處理 那會建議是不是 依我們委員會審查通過的條文來辦理 你們有跟張委員溝通嗎 剛剛才看到是不是 好來陳委員 這個張委員提這個很好 但是這個六歲以下 其他特別招呼 會不會已經涵蓋在這個身心障礙的裡頭 會不會已經在裡頭有了 六歲以下 對對 六歲非六歲以下 就是 就是兒少法因為他特別針對兒少嘛 說你家的是這個或特別需要 看護這兒童 他可能六歲以上 那他特別需要看護 那這個跟身心障礙的這個裡頭 因為這些特別需要看護的 會不會本身就是符合這個身心障礙這個標準 因為兒少法是當然是特別的一個法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當然這個文字是很完整 現在就是執行上怎麼認定 因為我們本來的文字就是 你又不能認定說是帶有 身障者 上面就有身障者 身障者就沒有規定年齡了嘛 所以會不會這個已經算包在裡頭了 問一下 我能不能再請問一下 那兒少法他本身怎麼認定 兒少法這邊的主管 大概是那個兒童局那邊 那在這一個條文裡面 其實我們講的是哪些對象可以進入投票所 那過去可以進入投票所 只有我們選舉人 還有剛才提到像身心障礙 因為他自己不能圈頭 那陪同進去的家屬 那至於其他的人 其實我們過去都是限制不能進入投票所的 所以就是說在這個原則之下 我們是認為說 放寬進入投票所的人 應該是比較有限度的一個處理 你說六歲以下兒童就身份證 或者是戶口名部嘛 那現在是需要特別看護自兒童及少年 有沒有認定的很明確的這個標誌 現在你們是出了這個問題對不對 好來王委員 主席我剛才想的就是主席要說一下 還有第二點就是說 他們要落實啦 有時候你去的跟實責 去到投票所的 這些選務人員 你要怎麼去分辨 怎麼去用 這是很大的關係 以上 張委員還有沒有 特別堅持啦 就是說這個部分就是說 因為兒少法自己 因為這邊這個想像都是用兒少法當基礎啦 就是說我反而是比較好奇說 那兒少法自己本身他是 他既然他是自己 在他自己的法條裡面 認為這個是屬於兒少 關切的那個目標群體嘛 那兒少法他這樣定 不過在座好像沒有那個 兒少法這邊 對這樣齁我們今天可以這樣處理 就是說如果你們能夠充分讓張委員放心 那我們就送出委員會不需協商 讓他很快可以去試用 那如果說像張委員講的 兒少法既然也有這樣相關的條文 說不定他們的配套我們可以拿來參考 那我們今天就可以說我們再繼續協商 我們可以再另外看是下個禮拜再來召開一次 或者是應該下個禮拜我們就來召開 第二次政黨協商好不好 那你們利用這一個禮拜的期間 把張委員的這個修正案 相關的配套做不做得到 你們也好好去研議 也好好跟張委員溝通這樣好不好 目前看起來是現場的認定 絕對不能模糊 因為那個投票秩序要很絕對 所以有沒有辦法規範到說做得到這樣 如果做不到要好好的去模擬去溝通好不好 那衛福部那邊齁 我們也請衛福部 你們也聯繫一下衛福部 然後一併跟張委員溝通報告 那我們下次那個政黨協商 我會發請衛福部派代表來 好 那邱主席這邊有沒有其他意見 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們就把 來好 就是因為他這個齁 就是因為一個是六歲以下嘛 這很明確沒有問題 第二個就是說 是不是有六歲以上 但是他是身心障礙的兒童 或是特別需要照顧的人 那這個可能確實也要考量到這樣的狀況 那假使說食物上的做法有困難 我覺得如果 就是說如果 是不是說 有相應的這個手冊 然後來作為佐證 他感覺起來是這個樣子 如果是手冊的部分的話 就是身心障礙手冊 那個就屬身心障礙的部分 我們請葉委員 不好意思我來苟尾續雕一下 我自己同學 就有一個身心障礙的小孩 到了四十幾歲 還是像小孩 所以我甚至於認為 連那個少年 連少年都要拿掉 就是有這個身心障礙手冊 但是他們現在 有的尤其有一些退休的老人家 還帶著自己的失能的 這個小孩 在身邊的 沒有人可以照顧的 我覺得 既然要請那個衛福部 來做解答的時候 就身心障礙 因為我們台灣已經有簽署了這個 身心障礙權力國際公約的 那把請他們的主管 主管這個 主管的就是 衛福部 我現在不曉得 他們應該是那個 新口師吧 新口師那邊 也請他們來做說明好不好 就是 既然要放寬 這個六歲以上的話 就把所有有需要的 一起考量進去 謝謝 好這是葉委員的意見 我是想說 還有沒有委員有意見 好來請黃 黃委員之後湯委員 我覺得我們要稍微平衡一下 就是說 我們現在要放寬的 只是 他能不能夠一起進到圈票的那個 裡面 蓋一個章就出來 這樣的時間而已 所以我們要橫評一下 學務工作上的可行性 跟他所謂的獨處 到底有多久 事實上投開票所非常多學務的人在幫忙 如果六歲以下的兒童 他可能是一個情形 那兒少法裡面規定 後面的這個 所謂 需要特別看護的兒童跟少年 在五十一條那邊 他其實是在講 一個比較長的時間 讓他獨處會有危險性 這樣的一個問題 跟我們在這裡 是不是要完全 一致的把它處理 其實我覺得是可以考量的 因為這邊有另外一個法醫在那邊 跟他平衡的 好 那我們考量現場的狀況 其實也不是說完全沒有替代的方案 所以是不是大家可以再考慮一下 不是都往同一個方向一直過去 好 那還有沒有委員 湯委員 主席 我不曉得 我們在選屋工作上 是不是有碰到 帶小孩子 沒辦法進去 被管理員擋在門外的 這種情形發生 那 有請示到我們中選會這邊來的情形 好這第一個 說明一下 好第二個問題 因為 你現在如果限定六歲以下 還要帶 副口名不來耶 還要 帶很多證監員來證明我的小孩 未滿六歲 或者有什麼 生臟的一些證明 我覺得都 反而有點 增加困難度了 那我不曉得 謝處長 這邊是怎麼樣解釋 好那跟委員報告 因為現在的法律就規定六歲以下 兒童不能進去 那所以實際上 如果有碰到詢問的時候 我們大概是這樣講 那但是現場可能會有一些狀況 比如說他那個是嬰兒 他就是這樣子背進去了 那如果再這樣子 我們現場的工作人員 其實是不太會強制要求他 就是說不能進去 那另外當初在訂這個規定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有參考外國的立法力 像比如說以韓國來講 他是允許進去 但是國小以上的兒童 因為他可能就會看得到 他的家人圈選的這個 也有投票秘密的問題 所以大部分國家在這個部分 他其實是從年齡的部分去限制 就是說也不會影響投票人的秘密 那剛才委員也有提到就是說 像我們在 其實我們場內或場外都會有一些工作人員 那如果說只是短暫的一個時間 需要一些協助 那這個部分還是可以處理 那只是說對於投票所內的秩序來講 在選委會的立場還是會建議 就是說用比較嚴格的方式來做處理 好 我們那個邱委員第一次 先南華業委員好不好 來邱委員 主席 因為現在的 就是我認為這個 兒童及少年權利法第51條這個部分 他的問題就在於說 他規定把這個6歲以下兒童 跟需要看護的兒童少年 他不能夠讓他獨處 所以他家裡假設有一個這樣的小孩的時候 那依照這個兒童少年福利法 51條規定 他就不能讓他獨處 所以他勢必要帶他去投票 那大家投票的時候 你的法體系 如果你又不讓他 帶到這個投票所的時候 那他就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所以那剛剛這個方議員說的就是說 這個是一個短期的嘛 然後這個兒童少年權利法 51條是長期的 這沒有錯 但是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因為你另外一個條文規定這樣 那他不能夠把他放在家裡 那我的小孩假設是身心障礙者 那我勢必要把他帶出去啊 那帶出去的時候 就會發生這樣的問題 那反而是可能是成年的 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這個變成說 這個主管機關在這個地方 可能要考量 這個其他的法規範 有科與這個父母這樣的義務嘛 這樣的狀況 來 葉委員 我其實對其他委員的幾個意見 我沒有什麼定見 所以一定要怎麼樣 但是我想到 其實我過去在內政部服務的時候 我們對於新住民發展基金 補助的所有的項目 我們都有提供一個叫做托育的 托育的經費 讓他們可以在他們學習的場所 請一個人可以幫這些人照顧 有需要協助照顧的孩子 所以我不知道將來 中選會有沒有可能 也是類似的 因為這個時間都 投票時間也未必會很長 如果剛剛黃委員提的說 進去之後 你可能會造成一些 那個秩序上很難維持的話 有沒有可能在 每一個這個投開票所那邊 也有一個場所 可以暫時可以托 托育 托老 托他們所需要托付照顧的一些 就是有這樣子的一個場所 跟協助的人員 我覺得這樣就夠了 謝謝 好 看起來就是委員們意見還比較分歧 那張委員的修正案提出來 也比較時間上來不及 事先我們都能夠讓主管官署 能夠周圓考量 所以現在在這裡要 雙方取得共識好像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就再保留好不好 基本上那個跟業委員報告就是說 現場的警察還有那個選務人員 有時候會幫忙照顧 那另外就是說 如果他的年紀是六歲以上了 不管他是不是身心障礙者 他認人的那個時期就過去了 所以他在外面等了一下下 他看得到媽媽或看得到爸爸 在外面等 然後警察幫忙照顧 這個是OK 那現在是如果這個都要開放進去 投開票口很小 然後那個動作可能緩慢 或者可能會有一些不受控的行為 假設是這樣的話 大概選務機關會認為說 會非常複雜 就不敢一下子開放到那麼全面 所以如果是特別需要照顧 這個選務機關會是 三個月之人 已經是六歲以下的就已經開放了 所以大概選務機關的保守 我在揣摩是這個意思 好 那如果說張委員可以接受說 我們暫時先開放六歲以下 那我們今天就讓他出去 如果說還想要再多卡律 我們就再保留 我想當然沒問題 我自己的看法是說 我們先促成這件事 那沒問題 那就是說如果需要 這個段的話 還是請就是中選會 還是看看好不好 就是延商一下 但是今天沒問題 我不堅持 今天 今天如果不堅持 就是出去了 對 我知道 那出去以後 我們在院會三讀的那段期間 中選會還是可以多溝通 好不好 那到時候如果真的發現可以 那二三讀還可以把它拉下來 我們今天還是 對 我知道 這個意思 你只要不簽那個協商 我知道 就可以再把時間延長 沒關係 但我還是站在比較 本來是希望說 更保障 對 多保障一點 但是也可以 其實就是說 我們先讓 對 好 那我們就照那個審查會條文通過 好不好 那公職人員選舉辦免法的第65條 還有一個是我的修正案 大概是比較 minor 那個 你們行政機關看 這個修正你們的意見怎麼樣 還有各位委員有沒有什麼意見 請張委員 好 關於主席的應該是談 18條那邊嗎 家屬那邊 65條 65條 有一個65條 18條那個過了 公職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我們現在還在談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還沒有談總統副總統 這個地方 我這邊個人是一點建議是說 因為這邊有寫這個要修正是除執行公務外的那個地方 當然這個執行公務這邊的這個文字 我這邊個人一點建議是說 是不是說把這個文字稍微修正為 就是說本法所定之公務 這樣子 就是最後倒數第二項那邊 就是說本來這邊是除執行公務外 任何人不得攜帶行動電話 或具攝影功能的器材進入投票所 但是因為這個執行公務 這公務會不會是被界定的太多 那我這邊只是個建議 就是說文字上這邊就除本法所定之公務外 就是關於這個選罷法這邊所定的這個公務之外 就是選務人員的意思 除選務人員外 是不是這個意思 對這文字只是文字上看看 好 你們這個內政部這個很早就已經出來的東西 你們看過以後有什麼意見 第一個就是那個原來我們在第一項的第三款裡面 物品那兩個字 本來我們是認為說物品兩個字應該可以不需要 後來因為我們現在覺得選舉越來越多 有很多小東西可能都會攜帶 我們認為物品那兩個字應該還是可以留下來 我們就照管委員提案的版本來通過 第二個就是剛剛張委員所提的 除執行本法鎖定公務外 我是覺得選務人員在執行選務工作的同時 可能也許不是只有這部選法法鎖定的一些相關公務行為的問題而已 可能還有其他的 我是現在還是不是很理解說 有沒有需要說把它寫的那麼窄 寫那麼窄 第二個就是那個手機的部分 因為手機現在是現代人幾乎都會必備的 如果不能帶手機進去 一定要放在那個投開票所外面 其實如果假設手機的店員已經關閉了 那個是不是可以不在此線 我們認為說可以做這方面的思考 就是說在除執行公務以外 任何人不得攜帶行動電話或 據攝影功能之器材進入投開票所 但以關閉電源之行動裝置不在此線 那幾個字要不要放入 可以大家來一起思考一下 這部分我們選務機關是認為說 可以來做出這方面的考慮 好那第三款把它具體化這個呢 你們的其他不正當行為 把它具體化成第三款修正 你們有什麼意見 你們有什麼意見 那個報告委員 因為這個條文 那個中選會也是現在才看到 那因為這個部分是我們會內法證處 目前他們在看條文 那是不是給我們幾分鐘 另外剛才有提到就是說 除執行公務外 就是說過去行政院版的條文 是但已關閉電源的行動裝置不在此線 有這個但書的規定 那事實上這個是我們 長期就是選務人員一直反映的意見 就是說 現在這個手機已經是選民的生活必備品 那常常在我們現在是在投票所的門口 會設一個手機放置盒 那常常也因為保管的問題 或者是說選舉人就攜帶進去了 那所以這邊我們是建議說 是不是如果他有把這個手機的電源關閉 那我們就做一個放寬的處理 是 好所以呢你們認為 這個部分是不是建議但書 行政院版原來的但書可以加進去 加內政部的但書是可以的 我現在問的是其他這幾項呢 其他在我們現在在聯繫當中 那再跟我們幾分鐘 因為你說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自止 那個太不確定法律概念了 他變成到第五項了 第三道不是取代他 是增加那個 因為投票進行期間 他會第三項可以在第五項涵蓋嗎 第三項第四項可以在第五項涵蓋嗎 那個報告委員 現在大概在六十一 就六十五條的第一項的第三款跟第四款 就是在方向上 大概我們這邊是可以贊同 那目前大概帶確定的就是物品這個部分 候選人的物品 這個部分我們確認一下 所以物品 物品你們覺得太空泛太廣是嗎 好那那 因為物品的部分過去是沒有做過特別的討論 那至於是候選人的旗幟 會照跟服飾 面紙都有那個或者是選舉小物很多耶 然後上面都有宣傳品 那這個部分我們就尊重那個委員的審查 對現在就是 原來的原來的第四項 原來的第四項就是 現行條文六十五條的最後一項 是確實是到了要修改的時候來 因為那個行動電話開著行動電話 你們把人家限制依法無據嗎 所以那個部分他也具有攝影器材功能也應該限制 所以這個需要修 這個部分我是認為今天一定要處理 然後三跟四款 三跟四款是我們依法就應該要制止的 如果不服制止可以任他出去 現在是說第三款第四款有沒有含在你們的第五款裡面 還是把它列出來大家也沒意見 好如果沒意見我們就 加那個內政部的但書進去以後修正通過 各位有沒有意見 那就把內政部的但書加在除執行公務外 就是倒數第二項除執行公務外 任何人不得攜帶行動電話或具攝影功能之器材進入投票所 但已關閉電源之行動裝置不在此線 這樣好不好 前面是電話後面是裝置 基本上四月五 來請黃委員 不好意思我問一釐清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 我們現在要修的那個第三款 那個穿戴或標示 那個那一款 因為我們這一條講的是 不能進投拍票所 那我知道現在實務上其實都有在宣傳說 投票當天是用不能再進行宣傳行為 或拉票的行為來禁止這樣的行為 其實它不只是在投開票所而已 它是在整個就是選舉活動要停止的這個規範裡面 去解釋這條出來這樣這一款 那我們現在只在這裡去訂的話 會不會未來會變成反過來講說 做這個事情只有不能進投開票所而已 其他地方應該都可以這樣子 會不會被這樣反面去解釋 我是疑慮在這邊 我初步看起來是不相關 因為這個是可以叫他出去等於剝奪他投票權 所以這個是特別在指這個東西 不過我們還是請內政部說明一下好不好 首先剛剛那個官委員所提的就是有關於那個行動裝置 其實是包括行動電話跟攝影器材 所以用行動裝置應該就兩個都比較寒怪 所以應該是比較完整 因為至於說官委員所提的意見 這個是指投開這個條件是規範在投開票所那個領域 至於說幾公尺內不能有什麼政黨的標誌宣傳圖樣 點點點這個好像在選那個中選會這邊好像定有一個 一個另外一個相關的規定可以做處理 應該跟這個條件比較沒有太大關係 對比較不相關了不會被他影響 對 好 好那各位委員還有沒有別的意見 如果沒有意見我們65條就修正通過好嗎 內政部還有一個建議你們沒有講 還有一個修正建議說攝影器材要改變 改攝影方式 這部分我們不堅持 我們原來討論的提案用攝影器材應該夠了 好 好 那我們就以修正案 這個提出來65條修正案 然後加剛剛所唸過的彈書修正通過好不好 好謝謝 那我們現在看總統副總統選舉發明法 好 這個是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好 第14條 還有第53條 好 那 以及 61條 那第14條跟53條 是呼應 呼應我們公職人選舉罷免法的修訂 那 14條的部分 我們審查會條文有通過 各位委員還有沒有不同意見 這一條沒有意見我們就照審查會條文通過好不好 那53條同樣是張祺路委員的修正案 是不是也比照 好 我們階段性 先先以審查會條文通過 好 謝謝 那接下來是61條是跟剛剛的 選罷法的65條一樣 好 那如果 比照的話就是在 倒數第二項加上一個彈書 但已關閉電源之行動裝置不在此線 這樣各位委員有沒有不一樣的意見 如果沒有我們也照這樣通過好嗎 好 那我們今天的黨團協商很謝謝大家 都能夠有一個 全力去促成我們開放六歲以下兒童 可以 陪同進入投開票所的這一個 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對年輕家庭的 父母來講 非常重要的一個政策 好 那大家全力促成的時候願意把 其他的意見先暫時不予處理 這個非常感謝 那我們也非常的順利 那我請教大家 我們協商完畢 好 我們等一下會請所有參與協商的委員 來簽署協商結論 我想這是一個歷史性的 歷史性的一個開放 請大家一起來共襄盛舉 好 那我們就 呃完成 跟政黨協商 我們就送院會囉 蛤 我們就送院會囉 蛤 我們會提送到院會 好 來我們等一下 先請大家 我們把條文寫好 請大家來簽署好不好 剛剛幾位委員先離開 要不要通知他們 想不想回來簽署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最後就是補簽的程序而已 所以我們的會議就在此結束 好 上會謝謝大家 謝謝